您知道嗎 位在中山區Keylong地標下方的三千宮 今年六七月後將不再只是宮廟 也將成為中山區三千小草平台 這是為了協助弱勢家庭的學童們 可以有課後輔導的機會 知名藝人許孝順和基隆市中山區三千宮主委林國昌 一起發起成立三千小草平台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 他在三峽做得非常好的小草書屋 我覺得它是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我們知道每個地方都會有很多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阿嬤阿公在帶隔代教養 或是比較脆弱家庭需要幫助的 我們一直在討論我們小學 有很多同學就比較高年級的一點 他可能回到家裡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朋友帶帶帶就倒在外面去 人生可能就走到另外一條路去了 我們一直討論到底是從國小到國中 因為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 希望幫他們在課後能夠找一個他們就地的學校 可能他們學校也有課後輔導 可能他們在經濟上面沒有辦法去繳這個學費 我們去幫他們募款學費 然後我們也可能在三千宮辦很多的活動 初期將先以中山區國小的弱勢學童為主 並且計畫分成兩類 一類是邀請本市海洋大學經國學院以及重用的大學生 來三千小草平台擔任課後輔導老師的工作 另一類是贊助弱勢學童們直接上安親班的經費 讓弱勢小朋友可以有更多在課後受教育的機會 避免誤入歧途 未來也有更多機會翻轉自己的人生 長大後再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正向循環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地有 比方說海洋大學或是重用大學 我們經國學院有很多外地來的學生 他們晚上可能也想來煎個菜 然後可以來帶小朋友怎麼樣導讀閱讀 然後在他們專業知識上面 給這些孩子課後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可能也可以說說話 因為既然家裡的需要幫助一定有某些生命空缺的地方 所以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可以來彌補他們在這方面的所有需求 然後林國昌先生他是我們生意夥伴事業夥伴 那我們希望在我們的事業以外 我們有一些盈餘我們希望找到一筆公寄金 將來就以三千公為一個基地 然後固定的在那邊辦活動 然後找到一群義工 大家能夠平常就開始在尋找每一個學生家裡的所有問題 然後逐週逐月的去記錄 然後遇到問題我們就去解決 讓孩子們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未來性 希望把基隆的好山好水這個善的循環 藉由順哥的名人加持能夠把這個活動廣為流傳 那也希望從在地發展然後一直擴散到基隆各地 把基隆的好山好水以後有一個好人才的一個產生 謝謝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特地前來關心聽取他們成立三千小草平臺計畫 藝人許孝順也特地找來知名藝人NONO 以及其他企業家朋友一起加入 目前三千公正在整建中 預定今年六七月左右就能夠整建完成 趕上暑假的課後輔導幫助弱勢學童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